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把生命看成回想起来有三个阶段 小我 大我 找吴我 吴我的那个时候就很难贴标签哪个 具体的是李连杰了 我们讲说到了这个年纪60岁开始耳顺了 对很多事情大概知天命之后就耳顺了 对此有点了解 李连杰在寻找李连杰 小我 大我 吴我 你现在到一个什么阶段 在追寻着吴我的这个训练 在训练 在这个过程里面 对呀 不过佛教基本上就是斯文还要修嘛 对不对 你现在修吗 当然 佛教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有两部分 就是我们生活在相对的世界 我们地球大部分人都是相对的 而且现在科学说是三维空间 三维空间相对的世界 那其实平行宇宙 对 佛教有一部分都是相对的 就都有点像你咱们吃药的头痛 吃疼药 头痛药 完了其他的毛病 其他的病都有药 但是这不是佛教 全部的学佛教 这是一部分 它有一个究竟的佛教 就是突破到二变成一的那个状态 有点我从小学的那个道家的那种阴阳 阴阳来自哪里 来自无极 无极就找不到了 那谁找的无极 无极是谁 我就找不清楚了 所以后来在佛教这儿慢慢能够找到方法和工具 去突破二维去探索和推理 那个原本的宇宙的真相的那部分 您没有自转 然后这本书是您的第一本书 对不对 蛮说自己的嘛 但是大部分我看了 我从到尾都看了 说一些自个儿之外 很多都是在 你在这个修佛的过程之中 所有的过程 记录了很多这些过程 对 因为我觉得我 公众人物很容易被 被商业说来吧 来本自转嘛 可以卖钱嘛 我觉得是 赞扬自己的过去 这是特别没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其实我书里头 更多的像片中有大家不了解的我的那一部分 我看了相片了 对 不了解我的那一部分 大家知道你是个学功夫的 学武术的 拿过冠军后来拍电影了 海啸没死 后来你拍你就去做公益了 后来你失踪了 所以那facebook会有 插插插插插 where you doing 其实我更多的是交代说 我其实在做这个 我在忙于这个 我最渴望了解的那个领域 不过您有句话讲说 你对成功不太在乎 对你对失败的事情 你很自责 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 你成功了 你就 就 就 就说 OK 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怎么这个东西这么错误的 选择了这个时间点 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就 这就很纠结 纠结 就很多坎儿都是 只记住这个坎儿 我那个时候没做好 那个时候我没做好 那个时候我选择错了 那时候我没做这个 不管是 做一件错的事 或拍个错的电影 或交错一个朋友 你都会纠结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是佛教里面 贪真痴吧 对 对 所以这个对你来讲 就折磨 折磨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你就必须要去读经啊 对 去思考这些问题啊 其实读经就相对的佛教 我在两期就就海啸之后 其实已经大部分都都都跨过了 我说的是那种重大的 可以改变命运的那种选择 其实就 其实放不下 小问题当然发现了 你说 所以我说人放不下 就是量的区别 就我们寻找快乐 其实是量的区别 就普通人可能为几万 几十万在着急 有些人为几百万几千万吧 有些人为几亿几十亿 有人几百亿几千亿 最后反射回来 大家痛苦都痛苦 着急都着急 放不下都放不下 就是这样的一些状态 可是 这个我们古人讲说 人不大事 就是生死量 就生是大事 死是大事 家里没什么大事 2004那个南亚海啸也好 然后高山镇也好 然后各种的一些状况也好 经过生死 你说那个事情之后 你对生死事情 比较看得比较通了 其实之前也因为很早 就34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寻找方向 生命的意义了 就觉得光靠拍电影 这条路好像太远了 最大影响你是为什么 因为拍电影 你小时候学功夫 家境不好 后来拍电影 有名有利了 有名有利了 因为我从小的感觉 当后有名有利 我应当很开心了 大部分小时候都会这样子 对对吧 你想的时候 我达到一个目的 应当是很开心的 但开心嘛 开心 但是它并不长就又不开心了 因为我们的欲望推示 我说 我92年93年 我赚2000万港币 我在亚洲算一线的明星 但一想上好莱坞人 2000万美金一不携 石台龙 石台龙什么的 纠结了 我什么时候到那了 对不对 那你刚想说 那我有一天熬到那的时候 是不是就快乐了呢 突然之间发现 做金融的朋友说 哎呀 我们昨天打了个电话 买了个 进了一只股票 下午卖了 赚了5000万美金 我说 哇 我们还打生打死 你这就打个电话 放个电话 就赚了这个 那他还有不开心 他说 对啊 前天我们抛早了 那个还亏了一个亿 少赚了一个亿 我们做这个东西 很难达到 那个金融领域的 那个财富 对 那更达不到企业家 或者就是首富的 那批那个level了 那时候是会这样的想 我那时候 就97年96年的时候 都开始思考了 那我就觉得说 哇 那什么时候只进了 就算你做了加州第一 但是你比全世界 那时候的首富是Bill Gates 你跟他还差的很远了 Bill Gates 他是不是最幸福的 那个 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 我就在想 那谁是人类觉得 最想要 最快乐的那个 那无意中看了一个 西藏生死书 那就突然说 想想研究他们在干嘛 就发现2500年前 这个叫 释迦摩基德佛的 这个王子 他基本上是 我们人类 目前上市公司 或者世界首富 都达不到的 因为他是王子 未来的国王 对吧 有名有权 国家的钱是他的 情多的是 叫宠幸 大家的生日 高高兴兴的 他居然不开心 那您告诉我 我当时在想 你都不开心 我这辈子 边都靠不进去 你都不开心 那我白活了 活着干嘛 那时候三十四五岁 人家说 如果你小时候 很快就达到自己 小时候达到的理想之后 你就开始不知道什么 追求什么事了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状态 就是你小时候很穷 对不对 然后后来当了明星了 拍了少林寺了 后来拍了那么多戏 很快在年轻的时候 就得到自己 所要得到认为的成功 那后面就是没有了方向 没有三 其实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在八十年代 我基本人还是在大陆 对 所以赚了名没有利 了解 就聊掉一些利 小利 但是我们所谓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实际上是90年以后 黄飞鸿东方不外 那个时候建立的 对对对 那个建立起来 基本上就稍微人松了一下 就起码你知道一下 不会饿死了 或者你知道 基本的生活有了一个保障 OK 那但是往下是什么 就开始思考了 如果我们拍电影 拍的70岁 也可能边都找不着 你跟这个人比起来 王子 他痛苦 结果他说 我说你痛苦什么 他说我有权 名利全情 解决不了生老病死 对呀 就拥有这个 解决不了这几个 那你能解决吗 生老病死 他说他解决了 他经过六年以后 他解决了 那解决了 为什么 是不是迷信呢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教育 说宗教是鸦片 迷信嘛 精神鸦片 尤其在大陆 对精神鸦片 那你到底有没有 那我想一下 从古至今 可不是都是 没文化的人相信这个 上是朝廷 皇帝 大臣 读尊佛教的 对呀 如实到反正 都在追寻的这些 这些这个智慧 那我在想说 如果我不知道 我就相信 那基本上 我就是迷信 OK 但周围的朋友 如果不知道他说什么 你就否定他 那也是迷信 只是你相信了科学 完了否定了他 你小时候是不是就喜欢 想东想西的人 我非常想 我是一个非常不老实的人 就是 就是非常 奇奇怪怪的 很有意思 小时候也很穷 父亲又走过世 然后就学 就跟师父学武术嘛 基本上应该很简单 这已经快累瘫了 躺到床马上就睡 就昏倒了 但是我铭记了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练武这个东西 小孩八岁也不上正常的学校 也没文化 那个时候大陆就基本没文化 就不用上学的 焦白卷才是厉害的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你懂那个历史 但是别人会听 你会听到一种声音 说练体育的 都是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做的事 你不服气这事 不服气 表情 完了再一个说 练武的 一介武夫 除了打打杀杀杀都不会 杀都不会 那就基本上就等于是 你们冲了 就是地痞流氓 就是靠武力打大的那种生存的 那我就特别的说 哎呀我不能做这样的人 我不能做这样的人 我一定要走捷径去掌握力 掌握知识 这么很小就 很小很小就掌握知识 掌握知识 我不能做这两样 我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我不能做一介武夫 那我怎么提升呢 我要有什么捷径呢 其实我就在那 就去下功夫 好 我们休息啊 我们再来看看 李廉杰怎么寻找李廉杰 OK 大家好 我是王雨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 Jet Lee 李廉杰 谈这本书 超越生死 李廉杰 寻找李廉杰 其实 我觉得大部分人 寻找自己的过程 如果有点宗教感觉 会有点哲学思想 我觉得差不多的入境 小时候呢 糊里糊涂 可是突然想了很多 开始 然后开始做了很多事 接触越来越多 好像到了一个阶段 好像达到自己一些 暂时的目的 可是还是不快乐 再往前跑 你看你小时候学武术 或者是书章运动员 总觉得这两项 好像别人说没学问 心里想多了 后来又当了明星 又开始有名利了 那名利在大陆那时候 是有名而无利 或者到了美国 或者到外出 那时候在香港 在香港又开始有利了 那还是不满足 就是一路追 还是觉得空 对 不够 不够 没安全感 但是你说小时候 你就是会想 想这个所有的一些事情 越想越复杂 越想越昏等等等等 对对对 因为我小时候 因为练武嘛 就有进攻 有防守 对 那再有一个特殊的经历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70年代 我就练武 还取得了一些成绩 就代表国家 去做文化交往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去过美国 欧洲 中东 伊拉克 看过一些东西 去过全世界四十多 五大洲四十多国家 你就突然发现 大人也说的 未必都是对 都是真的 或者是一定是一个 我思考 你们说的是不是对了 了解 了解 对不对 因为你亲眼看了 和听到的是完全两个 了解 我就经常就讲笑话 对吧 这个小时候经历史 我不相信大人 我决定要靠自己的思考 叫自己的判断去决定 我们职业有限了 不能抬太深的佛法 但是蛮多人 尤其是异界的 或者是艺术界的 接触佛法之后 都会选这个藏传佛教 有些汉传佛教 选的比较少 你也是选藏传佛教 而且他在台湾归宜的 对对对 那时候怎么会选到 藏传佛教 因为我们其实 现在人生活的 这个节奏非常快 希望快速 其实我就等于是说 因为小时候的设定的目标 我要几年 我要拿冠军 我要拍电影 目标和速度 是我很关注的两个人生的一个结果 了解 所以修行佛法也是 我要第一 我要这个有一个目的 大家找到真相 宇宙的真相是什么 或者说超越生死 怎么超越 那第二个就是 我要多长时间超越 但是我问过 大多数的人都不大去想 多长时间 有人大乘 一般说三大阿韩节 那就完全概念就晕了 这是三世五世 一世有没有 有 有一世的吗 马上今生可以做到的吗 有 那谁做到了 我也想做 谁做到了 我就去找 就找这些人问 你做到了没有 做到了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那么多老师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 每一个去找 有点像学武功似的 谁是高手 谁是顶级的 你认为顶级的 你心目中还有没有顶级的 我就一个一个去找 一个一个去探索 最快的速度 那么佛法也会说 有一个简单的比喻 说南传佛教是写信 跟佛陀聊天 大乘佛教是打电话 跟佛陀聊天 密乘金刚乘是 藏传佛教 金刚乘是跟佛陀面对面 这会快嘛 那就去寻找最快的那个速度 其实我也碰了禅宗 禅宗已经是大乘佛教里 就是想直指人心最快的 最简单的 再一个他的那个创始人 尤其在大陆内陆地区的 这个国内的这个创始六祖 我觉得很厉害吧 影响了很难 会能啊 而且他是为 这个菩提本无数 对 明镜非台本来无一物 对对对 和数人 那他被为 他说的话变成精 对 基本上除了佛陀的话 被精以外 他是唯一一个 在我们记录中有精的人 而且禅基本上禅学比较不 你说戒定慧 他比较不需要戒什么 就马上就定就是慧 对比较快 再一个 我觉得他跟我差不多 他不认字 对对会能 我小学还认点字 所以他有机会 我应该去 看这门到底有没有机会 因为神秀 有慧能看谁 对对对对对 一个剑修 一个这个 政务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真的是 有考虑过 这个东西 他能做到 我就做到 反过来说的 生死的话 我随之瞄了一下 从古之今 没有不死的 没有不死的 我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秦始皇努力了半天也死了 历代皇帝都努力完了 都死了 那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吧 死的那个什么 其实就是身体硬件的部分 身体那部分 但是大家更探导的是精神那部分 那我把它 现在数以说软件的部分 OK 那大家想超越的是软件的部分 那我有兴趣 有没有人做到 谁做到了 我就入那门去学 OK 所以就一直 不管到青海西藏各地方 全世界各地就在 最快的那个 最快就是密宗这样的 不是密宗啊 我就是藏传佛教 你就一路一路在寝室 然后呢 我觉得有个东西很有意思 就是你是不是曾经想过要出家 有没有想过这个 其实我想过的是闭关 闭关 就是刚一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就说OK 我要闭关 我要修行 因为似乎那个时候 你觉得这个是必修的一个最快的 对对对 有点像说 可是有闭关过 对不对后来 对那个时候被 被所几个四五个大师给我踢出去了 说你要闭关的话 你要在这儿闭三年的话 你基本上就诽谤佛教 对对 这个有意思 就说 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 我看你书里面讲说 你希望能够很 比较彻底去做这个 张传佛教的这个事情 修行人 可是呢 有人婆切劝你说 其实你现在做得很好 你说你现在 就有你这样子 就像你的职业这样子 这样子的身份 然后你也可以说 藏传佛教这个精髓 就是不希望说你 好像就做你的工作就好了 也可以做 你这个严重 对就比较社会性 他说你在诽谤佛教 你在诽谤藏传佛教 如果你这样修行 我说那你们都劝人修行吗 而且其实闭关来讲 严格来讲 就等于我们集中时间上大学 就什么都别做 就关在学校里 不停的学习 OK 其实闭关的意思就是你 与外界战时隔开 专心的学习 他们不赞成这样子 他说你这么做 你毁灭 我说为什么毁灭 他说你看 你有自己的事业 你有名 你有太太 你有孩子 大家都觉得你很好 像个爱豆似的 很了不起 突然你不要家 不要生活 不要事业 跑这修这个 所有的家长都说 孩子他脑子灌水了 他脑子被驴踢了 他有问题 千万别碰这个东西 OK 是不是 会有一个反面教材 那再一个他也说 你要看 不是一定 很多藏传的人 一生都闭关 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是 是不是闭关 唯一就能成佛了呢 并不是 所有很多人在家 如果你专心修行 在家和出家没有区别 只是一个全职 住校生 和一个办公办读的人 结果可能是一样的 这个人婆切的讲话 还蛮有智慧的 而且他还会更远一点的 这是干马爸也讲过 好多你们说 你怎么知道 你前世没闭关 你怎么你知道 过去过去过去的 那些事里头 你闭了很多 你都没有 还没想通 这一世你干嘛 还要重复这个 如果说闭关 出来就成佛 那你就去逼吧 对 有可能 不是一定的 对啊 你说一直闭关的话 你真的可能接触不了 什么南亚海啸啊 什么这个名利啊 明星的光芒啊 也可能接不住了 很多事情 您接触过这个行业 娱乐行业 那他就是意思 你回到大染缸 而且红尘中的大染缸 是很难的 而且你们做公众人物 有点意 大染缸染的更浓 对对对 说如果你从那里修起来 那出污泥 如果能不染的话 那那个是非常坚定的 对了解 而且不是知识 对 不是知识 做艺人不容易啊 修了半天 心情很稳定 一开门 红尘又来了 明明的一列又来了 又跳进去了 但是还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坚定 要做一个事 我觉得人关键是 坚不坚定你的目的和速度 当然 如果你不坚定的话 那当然中间任何东西 比他更有吸引力的 马上掉头走 不 也有人这样想 我做艺人 我若坚定跟有信心的话 搞不好做全世界最棒的艺人 不一定 又是比较 有可能 但是我就问你一个 倒过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生是光着身子来的 我走穿三套衣服走 您弄那么多 就算好莱坞那些哥们 我们那些朋友 世界顶级的 你看他头部痛苦 对啊 你看他走的时候 舍不舍得 对啊 因为中间的都是保管 暂时拥有 最后你不愿不愿意 任何事情都暂时拥有 因为这个太简单了 画面特清晰 小孩子抓着双手 来到世界 走的时候松开 了解 好 我们回来继续寻找李连杰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李连杰 今天谈他这本书 超越生死 李连杰在找李连杰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这个 藏传佛教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所有之中 当然你也碰到了南亚海啸这个事情 你也碰到了自己这个 假装性抗尽的问题 也有高山症的问题 很辛苦很辛苦 我觉得那种那种的折磨是蛮大的 冲击也蛮大的 那个时候会有点 我记得 你说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什么 受这么多罪受 也抬头问了一下 天父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也会有点complain 就是说我一直在修 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事情折磨 到自己身上来 我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OK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我只是 比如说我 您刚才问题 我都没具体回答 我比你脑子比较跳 你三次碰到死亡 我说出血 我在那一年 其实就只是告诉我 你读到说人生无常 怎么这些都是理论 都是书本的文化 OK 好像离我很远 OK 但是你当你突然碰到的话 你突然就觉得跟我很近 随时发生 我管你是不是李天杰 管你是不是明星 你有权有才 在大自然灾难面前 该死都死 他突然没死 那就印证了说 我本来想60岁退休了 再干这些好像无聊 不是追求精神的世界 死散啊 再回来死散啊 退休没事干 就干这些事吧 有 schedule的 我们一般的人 突然之间说别了 你还活不到活到60呢 你还50岁就死了 那就怎么办呢 所以那个时事 突然一个转度 就把知识变成了 我自己的体会了 真的有这样的经历了 对 我有这个经历 我觉得真的是真的 他说的是一点不错 还怕我记不住 刚刚干了我三次 你觉得还是特别的机遇 特别的次 那既然三次都没 你就知道说 OK 那可能是对我一个考验 那我就继续吧 可是南亚海啸的时候 那个是家人都在旁边 对 那个是最 一个单个 就什么高山镇的干嘛 就另外一回事了 家人在旁边 那个打击是非常大的 其实在那个风险的最后一刻 我们思想根本来不及转 对 根本来不及 什么都不想 其实是后怕 后面怕 大部分是后怕 很多事是北方人讲的 什么时候是后面才怕 对 你再想说 哇当时我就 当时那个时候 已经发生完了 后怕是比较多的 所以后怕了以后怎么办呢 就赶快要修 抓紧修 反正这个 就把这些东西变成了动力了 往前去 至于您说假抗啊 商啊 这时我在更早之前 已经全部都想通了 这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全想通了 因为什么 你从事这个职业 武功 那就等于你选择了 一个消防员 那你就救火 救火就有机会被烧伤啊 你埋怨什么 你选择的路啊 假抗是跟自己的压力啊 对 那个是第二个 就是我说受伤啊 这些东西 对对对 你选择警察 你就要搏斗啊 你就选择交通警 你都有机会被汽车撞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对我来讲 不会意外 所以演员受伤了就不会 那假抗或者疾病 或者我以前 大部分现在人就埋怨 怎么我这么倒霉 我做了这么多好事 我怎么我还这样 对对 我说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吧 那我 因为修行 因为这么多老师 所以我就很容易理解 就是OK 我肯定用武功 在过去过去事实 做了很多帮人的事 杀父激贫啊 帮人啊 所以我今天还带着这种技艺 武功可以有与众不同 所以大家很喜欢你打 但是我肯定打错了很多 不该打的人 把人戈被打断了 腿打断了 你这都是错误的选择 但今天呢 我就得要pay back 所以腿打断了 所以你觉得你的武术 基本上有可能前世传下来 你有这个基因 因为小时候 你的师父 你周围的人就说 他为什么与众不同 他天才 他是武术天才 没办法 说你 对 很多人都说 他没办法 他就跟人 明明是学的一样 他出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就带着武将的命来的 其实老师都会说 这孩子带有天赋 这音乐有天才 都有都有 音乐天才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天才 其实所谓现在的一举刀 说天才 可能就是累世的记 就前世前世 你不相信的话 相信的话就是累积来的 学了好多次了 所以这次就是比别人快一点 理解多一点 那假抗什么都是我做错什么了 肯定是我做什么 或者是反省 原来我以为做了小我 为了自己赚钱 有名有利 就够了 够了 后来你说我改变 我做大我 帮助别人 帮助什么 原来因为有大我就有目的 我今天要帮一百人 一千人 后天我想说帮一万人 结果我帮了只有三百 我就痛哭啊 压力啊 我去筹钱 只要有目的 不管你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他人 只要有我和目标 那个痛苦七情六欲都在哪 可是你一七经到现在 当然还算很多人的投入啊 可是你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数字的那样子的压力 我已经给回社会了 OK 因为 我在宗教的思想里头 我其实想说点燃 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个善良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做 我们怕被欺骗 因为我给了几次以后 发现别人给骗了 所以我以后再不该 你以前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当然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 我说我不是不见了 我还不见了 那我们想好了 每个人都有菩提心 一人一块 一个月 被骗就骗了吧 那反过来 我们可以积在一起 积杀成塔 所以到了上个月的时候 31号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那个报告 就大约有88亿人参与 在过去 那40亿人民币 帮了4000多万的 实名制的人 在灾难中 那就很好 我一直在说 没有李连杰的一基金 才叫一基金 没有李连杰的一基金 才是成功的一基金 因为有李连杰在 李连杰一死 一基金就没了 那根本不是我想做的事 我只是想 大家相信一种价值观 没有目的是很有意思的 没有目的 就我们常讲 我们做创作人常讲 创作不能有目的 一有目的的话 一有大小的话 那个创作就不单纯 就是可能就会 就会 就创作 没有目的是第三个level 第一个level 就是所有人学的基础知识 不管您是学商业的 还是艺术的 当然 第二个阶段就是独特 你把这个和你融为一种很独特的状态 第三个就是随心而去 没有目的 无欲则刚 没有目的 我就做完了 就教会社会 不是我的 本身就是那么多人的 我只是把它放在一起而已 小我 大我 都痛苦 无我 都痛苦 到了无我就开始进入一个庄子说的什么 天空是我的被大地是我的床 那个其实更远可以去的 你现在觉得任何事情都很自在 任何事情本身它是合理的 我们因为超出我的接受范围 所以往这边超出就惊吓了 我没有遇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发生的 我收尾 我的身份 我那旁边的朋友就马上 昨天还在 今天就撞了 这么是惊喜 就是看的角度 我们孩子年轻只是这么多 人生的阅历 您说60岁那个 可能他经历的太多了 他看这么多 他就不奇怪 那学佛是360度 甚至跳出来看 所以你一直在辩证 就是很多事情进来之后 不管别人问你 或者自己问自己 你都一直在辩证 而且我一直不想追求一个迷信 而且我一直在考虑的是 释迦牟尼到底教的是什么 他教的是一个相对的真相 和一个究竟的真相 但是究竟好像我们用不到 只有科学家 就极端的佛教徒才会用那个 追到无我那 那相对的真相 就是我们现代文明的教育 教育只是得到 得到得到证明证明 外面证明证明这么一个幅度 没有想过 我就常说 守心 守备我不能接受 就是守心是什么 你赞扬我 我开心 你们说我不错 我有进步 老师父母都会觉得开心 如果你们一骂我 我就开始 不能接受 不能认同 所以我做演艺 有很多人说 我想练武术 我想做明星 我说怪 但是有一百万人想做这个事 你能成功吗 你能失败吗 成功就是失败 我们刚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说成功是失败之父 你有没有听过 你一定要预备了 另外一个发生 一旦发生 你觉得正常 就不会有问题 李连杰读佛经 或者一直在修行 有很多的辩证 他自己很清楚 然后听众朋友 可能会听得比较迷糊 因为太快了 时间 你要在这么短的一时间 你让我讲25年的事 或者60年的事 所以曹月圣斯这本书 其实你有很多 比较辩证过 比较用文字记住下来 比较真实 比较准确 对不对 完全是我经历过的 我才够胆跟别人分享 了解 如果只是老师 不管是上师还是加木 你说过的 我不敢跟你分享 因为我没有证明过 我亲身的感受 这本书的越后边越好看 前面都是旅行 后面就开始修行笔记了 各地自己一些真正的一些体会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推荐给大家 那一天我在辩论 现在让自己的女儿也去修佛 那这个辩证我们得完回来 我们再聊聊 大家好 我是王雨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李廉杰 谈这本超越生死的书 李廉杰在寻找李廉杰 我说你自己的辩证很清楚了 尽量清楚了 我觉得人生一世里面 不管有没有前世后世 一世里面 能把自己弄得清楚 某些 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你现在的孩子 两个女儿跟家人 都已经在学佛了 对不对 尤其小女儿跟大女儿 也都在学佛 大女儿还陪你来吧 没有 大女儿更多的是喜欢 但是没有想目前去深入 小女儿有 小女儿是她因为她心里的 很早去得了忧郁 忧郁的这个病 忧郁病 忧郁症完了以后呢 她自己找了各种方法去突破 了解 结果突破的某一个阶段 西医可以非常有效的 帮她压制住 这种情绪 对靠药物 对压制住 但是不能去根 所以她自己在 现在美国西方的这种冥想 心灵 正念 去从那里解决 她那里解决 她也很简单的 最后发现 那个就是一个 增强抵抗力的事 维他命 心灵鸡汤 看开了 但是不能刨根 所以她最后的 19岁的时候 主动找回来 我要学习藏传佛教 我要找的根治 她的方法 她是来主动找你的吗 对 她赵爸爸 这么多年都在做这个事情 可是你看相处的时间多吗 这么多年你忙着 到处去修行 其实我很忽略 两个女儿的成长 因为她们这个时候 正好在大我的时候 因为所有在努力 因为我这个 你在从事大我的工作的时候 但是我真的是 我觉得反思的时候 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 我没有太多的 从精神方面培养她们 跟伴随着她们成长 因为可能我两岁没有父亲 我不知道要从父亲的得到 不太会做 不知道要得到什么 你没有role model 人家来自父亲 那个地方的需求 了解 但是我只是像普通 中国的大男人一样 我保证物质 上什么补习班都有钱 学什么专业都可以 给什么足够的钱 把妈妈照顾就好了 对吧 我就跑了 其实这个东西 孩子可能成长的时候 需要父亲在某一方 当然 当然 提到另外一个东西 那是我错失的 但是我真的很强调 就是父母 我认为的孩子 特别是孩子们 他们是我的老师 在某一个阶段 我不是因为我影响他们去修佛的 是他们影响了我重新反观 放掉父亲的傲慢 放弃家长的傲慢 跟他做朋友 才能理解 原来心理疾病这么多 这么复杂 忧郁的恐慌的 你知道焦虑 焦虑 就是细分起来是蛮多的 不同的医生和不同的药 是真的不同的 所以也使我反思 就是说你根本 女儿强调了一个说 你根本不应当去 写任何夸大佛教的话 不要说佛教 藏传佛教就能治心理疾病 会害死很多孩子 没错 你不能这么说 只是说他在这个阶段 第一阶段必须看现在的医生 心理医生专科去压制住 完了他才自己想往前 进一步寻找的时候 再找心理 再找方法 OK 那个可能是终极解根的方法 但是那个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没办法 完全根本没效的 没有办法 所以我会聆听 因为不知不觉的 你这做父亲 就有父母的一种骄傲 希望孩子变成我们心目中的人 当然 这是我觉得是错的 一个做父母的一个东西 或者职业上 我们做特别是精神世界 我是一个灵性追究者 我追性是灵性 好像自然的 就比追那个物质的时候 就高了一等 完了就 就懂哲学 等宇宙 完了就不断的就夸大说 我们这个东西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你真的快找到自己 没我摧毁 必须摧毁 哪里有这个事情 厉害 哪里有这个事情 我不亲身经历过 扔掉 所以我那时候特别特别 因为也是傲慢 演员 明星 所以就跟老师上师 一定就追 你都做不到 我怎么做到 你是不是无我了 如果你做不到 我怎么做到 你教不了我 那他说谁能做到 我就找下一个 所以就这样子 不断的突破 其实也就是说 当你碰到一个老师 你把所有恶劣的语言 所有挑战 难听的全都扔给他 最后他仍然很温暖的 对 融化 那你心才能被融化 而且但是社会很现实 当这些法王啊 大成就者 在公共场所一出来 大家自然的有一个文化的 说尊敬和包装 全功 完了以后您说什么 我们就试什么 因为不能挑战 你说你错了 我回家反省 我错了什么 我说这一路行不行 很好 但是可能很慢 这不是我要追寻的 我一定是要关在屋里头 赤裸的八光衣服 你对我 我对你 那我才能够 制服我这种狂野傲慢的心 结果小女儿是你的菩萨 我说她是我的同学 是我的老师 她帮我突破了很多东西 最近大女儿又在帮我突破 新的东西 就是你讲这些东西 年轻人根本没有兴趣 哪个东西 就是你讲这些佛教什么东西 可能很好 但是到了可能三四十岁以后的想的事 我现在没有这个兴趣 那她说你应该这么讲 我们可能有兴趣 那我怎么讲 就比如说 你不相信轮回没事 那我们是一个手机 身体就是一个手机 我们软件 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手机可以每一次换 就等于一次一次的轮回 对吧 那软件一放进去 谁是朋友 谁是好朋友 谁是很恨的人 完了 谁欠我钱 我先睡前 那个很快 你相不相信 我们会换这个 软件不换 都有information 在云端 你 使我更加的反思 如何用现代的语言去讲truth 孩子们是喜欢听真相的 但是这个真相是目前的大学教育都忘记 都不教的 大家教你成功成功 所以我们最可爱的梦想就是自由 从年轻到想着父母别管我 学校别管我 I want freedom 这是我们觉得特别崇高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一出来就是外面要给我名 我才高兴 外面我要手机 手机有了 别很高兴 人家的手机是最新的 我买个包包 三千块 我很高兴 人家说你看你同学八千块 我有痛苦 我们完全要靠外在的物质来给我快乐 和给我认可的感觉 而且手机实在是越来越多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 我一个小房子 我很高兴 终于熬到我可以有一个房子了 很炫耀 同学说 我还用房子 哎呀太好了 不是父母给的 不是 我说隔壁的一个同学上一届 他买了个house 又痛苦了 所以我们几乎是名利全情的奴隶 或者我们为他们而工作 以证明我成功的价值 了解 但是反方向 释迦摩尼给了一个方法说 你拥有宇会 宇宙全知的智慧 因为我找到了 我就像比喻说 我佛是水 佛说你 你也一样有这个潜能 我教的八万四千个方法 就是把冰融化成水 而你不知道这个冰 你以为这个冰就是你 而且你怕它化了 你割在冰箱里 怕它名不够 多割点关起来 利多割点 好朋友多割点 反正你就往你冰箱里 一路塞 一路想 墨 墨 因为你值得一切更安全 其实真正的就是 融化它 融化它两个一个 那就是比喻的生死 超越了 超越了一切 因为宇宙的后面是一 或者零 不是我们的相对 我们文字能解释都是相对 了解 我们生活的状态都是相对 是意思 OK 现在小女儿学了这个 开始学佛教之后 你认为她的年纪 跟体会 跟你之间的感情 或者是你让 你等于是她 等于她 你会跟她讲一些东西 她也是你的老师 因为她有一些 现在的烦恼 等等东西 可是那东西 刚好你可以把你的 你的修行 你的体会 跟她慢慢的沟通 对 所以这个对你来讲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因为她的角度 代表了年轻人 现在的想法 比如说 对 学了一年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 她的忧郁 到底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 是不是跟普通年轻人 很接近 怎么样 都一样 其实她那个七岁忧郁 但是13岁就已经想到自杀了 什么这些 那我们才害怕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这是怎么跟她沟通 因为她不想跟你沟通 她觉得你们根本不懂 我们的世界 那我们去学校 跟老师了解 老师说 我们有一半的同学 都在看西林医生 那到了美国高中 又是一半的人都在读这个 原来心理疾病是未来 第一个人类死亡的 这个可行性的功夫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越贵的学校的学生 现在是这个 越读忧郁症 这经过这三年的 这个病情以后 你发现不是最贵的 是年轻一代普遍存在的 几十万人 上百万人自杀 还有一些自杀不成功的 那些比例非常大 那你要仔细研究这个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能怪孩子 因为我小时候 除了学校里那点事 就家里接到邻居那点事 啥都不知道 现在世界 现在你打开小孩子 你打开手机 他的世界全部跟他有关 比较各方面 所有的信息 但是并没有人教他们 怎么样 delay掉没用的信息 完了 现在的科技更变成了 你打开负面的 又来很多负面 我想帮他 结果全部都是负面的 都想自杀 我想帮你们 最后俩人大帮 就集体就去了 没错 所以负面的变成负面的 正面的变成正面的 没错 所以对啊 最近他们的选择都 最后一次 他就说 我现在在想 学校里发生 大学发生很多事情 我从来没面对过 本来大家都是好朋友 突然老师两派 学生有两派 完了中间还站出第三派 你知道现在的社会 就是 这是怎么我们大家 本来一起就高高兴兴 在大学 突然价值观全部扭曲了 这是我们的社会 所以这个时代 是巨变的时代 我们年轻时候 毕竟那个社会比较简单 对 简单 信息少 所以压力就少 各方面 基本吃饱了就算了 其他不管了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旺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李连杰 谈这本书 超越生死李连杰 寻找李连杰 聊了很多 我们刚才的现代社会 你的女儿 两个女儿 尤其小女儿 也自己有忧郁症状态 而且是很多年轻人也有 不妨你 不免你说 其实我们周围 都很多这样的年轻人 那你说他们修佛法 各方面也太深了 可是呢 当然要先经过 一些学校和科学的 一些过程 那真的要体会 我觉得可能 真的要到一个年纪 我倒不是这么看 因为所有的物质 其实它本身的属性 是中性的 没有好坏 关键是人如何运用它 合理的运用它 就我经常会开玩笑 就是说 对吧 毒品 对 你过度使用 非法使用 当然是伤害身体的 但是如果医生科学家 有效的使用 它可能能救到人 所以物质本身没有属性 关键是人如何运用 怎么用它 以及我跟它彼此的关系 真相是什么 那我觉得 现在大家说 这是繁忙的时代 年轻人根本不会信佛法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他们是太最好的时代 因为像我 那个二十年前 去西藏一次 飞机飞到那儿 开车都开三天才进去 现在火车就进去 不过现在根本不用 你打开电脑 随时随地按 只要你把这个 信息要求送进去 它就会出来 远距 要修行什么 不是 你远距还是要 same time 这是同一个时间 其实你可以看过去 就网上的这个教学都有 所以你怎么选择 对你有效的这个 可是资讯多 有个问题 就是以前你们去找人 迫切很清楚 就是人都到了 可是资讯的问题是说 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也不知道哪个是假的 对 会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其实要 要有人去把它尽可能整理 说这是一个地图 这边是我个 这是我目前在想的 希望做的 说这是我经历过的老师 这是我们共同25年 你在做这个事 我在想 就是25年做过了 你相信这个的话 你有兴趣的话 是我跟随过的路 如果你方便 第一步应当像小学 第二步中学 第二步大学 有用你拿去 没用扔了 我就在想 就是你其实是 我们怎么样帮着孩子 容易利用科技去掌握 再一个 就现在的量子力学西方 因为我跟孩子 才能去到美国 上课 原来上课的全是 各名校的教授 我就吓坏了 完了 真的我不知道 这个这么广 所以读书是有学问 是有道理 不是 那个学生一做 这个是各大学的 宗教系的主任 教授 这一组是物理学家 这一组心理学家 这一组化学家 这一组 环保 那怎么样 这个东西在科学上 怎么验证的 等等等等 那你总结来讲 非常快速的讲 就是我们人类发 到现在只知道物质 在整个宇宙中的4% 我相信很少 对吧 因为20%几叫暗物质 50%几叫暗能量 是知道 但是测不到 所以我们这个计算机的能量 只能容忍到这4% 但是在4%里 各个领域 几千年的文明都在里头 你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 那个系统里 只能把0.000 没错 所以从这个东西 我们来确定 对与错 好与坏 是在有限的云端计算里边的数据 但不用不是真相 我们眼睛看到的 只是有限的波 反光 超过这个 机器可以测到 我们看不到 大千世界 是吧 耳朵听到的 机器听到 雷达看到 我们看不到 所以未知的东西太多 太多 所以我都开玩笑 孙悟空拔根毛 吹了72个出来 大家就说 那是神话了 不真实 今天非常容易 你只要计算机 同时有72个 同时回答问题 他就做到了 我一个量子计算机 上百万同时回答 它的速度足以回答上百万 人家说那个是电脑 OK 我把它变成人体 机器人 同时有智能 有量子计算回答 他就真的有机会 去到百万 这个现场 我觉得年轻人很好奇 现在的美国的西方的电影 我们的很多同行都在做 平行宇宙 时空穿梭 我们只在三维 四维五维 才能去到宇宙 穿越时间 这个到底是真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年轻人很喜欢的 就了解的 时间是真实的吗 空间是真实的吗 上一维 原来我们是电影里头 你现在跟美国孩子 都聊 我们是真实的吗 埃罗马斯克说 我们真实的性是 十万分之一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我们在video game里头 我们在元宇宙里面 真的 我们是被设计了 对 我们是人 是上帝的AI 被设计了 就是被高维度的 被高维度的设计成 现在的AI了 因为我也想说 那怎么样证明 这个只是一个想法呢 很简单 我们有一个元宇宙 前几年非常流行 对吧 很热了一下 那我们要戴一个眼镜 把它看到 目前只能做到的状态 那我们可想 我想想五百年后 可能这个做的 真的跟我们这个 演播室是一模一样 就它的技术都提高 五百年的技术 一定做的一样 那时候我已经不需要眼镜 直接是个芯片植入 我就可以感觉到 这虚拟都是真实的 五千年后 说不定 您的遗传基因里 已经被人改了 改了以后 你看到的假的就是真的 真的就是假的 你已经搞不清楚了 所以金刚军佛 两千五百年就已经说了 梦幻泡影 中国说老祖宗也说了 人生如戏 戏场 没错 就是 李连杰 不同的角度看 我觉得您很有意思 小时候爱忽思乱想 想得多 然后呢 现在更忽思乱想 对 因为以前呢 以前你就是有武术 然后慢慢的开始 有宗教 有哲学 自己人生过的一个阶段 对神老病死 喜怒哀乐 这个各种的东西 会有一个自己的哲学 再让宗教 现在把科学加进来 我看李连杰 你要继续上 下本可能要出个科学的时候 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联 现在美国很多科学家 已经出了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 我就想说 学无止境了 可是到最后 到最后 大道至简 到最后会很简单 对不对 就跟人活的一样 就跟您现在一样 对 活的会越来越简单 大道至简 不管科学 哲学 宗教 最简单 我最后还描述了一下 我的感受 就是说 我在拍一个电影 黄飞鸿 我知道是假的 我知道就是我工作 我拍完了就不记得了 但是观众以为 真的很过瘾 哎呀 你什么时候爱上十三姨的 我说根本没爱过 我们就是工作需要 对吧 大家都需要 那你们好吧 其实每个都 就不同 那我知道是假的 那我何尝不可知道 现在再推一步 我的人生 就是看着李连杰在里头演 另外一部电影 所以经常会说 晚上是八个小时的梦 人的一生 就是一场大梦 我回想六十年 真的是大梦一场 什么我也抓不住 只能跟着您一起 回忆那个时空 但是对于我 我也抓不住 你也抓不住 没一当年 那种状态 所以我就说 电影挺好玩的 对我也有很多帮助 我们每秒二十四格 看的一切是正常的 如果一旦每秒 去到三百格 就是slow motion的 或者去到短的 就是快的 但是到底哪个是真实的 我们只是假设 二十四是真实的 但是是否 这些都是这样的 这是确定 根据二十四格 而固定的 我们现实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跟您 这一番聊下来 我们上次见面 我觉得那时候 马云还在 那次 我们聊了一次 稍微讲了几句话 这次跟聊完 我发觉你就是 百分之百好学的人 就很多事情好奇 好学 好探究 对不对 刨根问题 刨根问题 注意到底 可是我觉得最到最后 还是那个大道质简 最后会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理论跟想法 维持自己一生 长久的一个想法 对现在来讲说 简单问 您现在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假如说快乐 对你来讲是一个 必须存在的东西的话 我的上师他有一句口头禅 口头禅 他说 everything is good 那么很难理解的 everything is good 他后来我就学习 我跟他开玩笑 now我可以说 everything is ok everything is ok 因为到正常 参加这个节目正常 观众有人喜欢正常 观众说你胡说八道 我根本没听懂 也正常 你人家死了 也正常 就everything ok 你怎么说我都正常 everything fine everything good 上师已经到了 everything good 我只能去到 everything ok 不ok也ok it'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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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高兴来 你跟我们聊天 ok 然后看看我们下节目 有机会在谈到什么样的话题 搞不好第二本书 在出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想法 总之我从来没有资格 在武术的世界里教人武术 我认为我没有资格 电影 我教人电影 我也没资格 做慈善 现在包括宗教 我也没有资格 但是我愿意分享 对 我愿意每一个人 对 您看到整个书的这个 分心吗 就是我愿意分享 对 我没有教你 没有谁能教谁 对 没有资格教 完了以后呢 就是任何有问题 任何有什么东西 我愿意分享 我也回答 这是我经历过的 我敢分享 像这本书一样 没有人能够帮你连结 去寻找你连结 只有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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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健康快乐 谢谢 OK 谢谢